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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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还有一个是法院 检察院 这样的一些都属于政府的国家机构 这从网络上来说 那么全国人大 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它是国家的立法机构 包括国家的 就是在政府里面的 这个公务员的任免 特别是一些高层的任免 都是由全国人大来决定的 比如说国务院的总理 国务院的总理的任免 这个不是由全国人大 它是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国务院呢 是属于最高国家机构的一个执行机关 它是个执行机关 那么它这个执行机关呢 它又是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 就是国务院 我们刚才讲的是 那是广地的国家机构 那么狭义的就是政府机构 政府的行政机构主要是指国务院的系统 就是政府的系统 政府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就由我们的国务院的总理 副总理 还有呢就是国务院的办公厅 还有呢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来构成 组成部门呢就是一部 这个这些部呢 都是跟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跟着我们这个不断的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和机构的调整 逐渐的在进行新铁 按照最新的这个就是2008年的这一次的 这一次改革 机构改革 这就是第六次了 第六次机构改革 从1982年以来到现在 有六次改革 因为这一次的到现在的这个 这个结构呢是这样子 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呢 现在有28个 28个当中有27个部 啊 那个部的名单你们都可以查 你们一上网就可以查到这个部门了 什么外交部啊 什么这样子 一共有27个部 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直属的特设机构 有一个 这是国资委 就是国家 国家的这个 啊 管 就是原来很多国有企业 国有的那些大型企业 啊 通通把它归到一个 把它分开 原来这些企业都属于各个不同的部位 属于不同的部位 就是政府里面的企业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机构改革以后呢 政企分开 政府和企业分开 分开了以后怎么办 它有个过渡啊 啊 就是从这个计划经济体制 就像受理 呃 是从经济体制转转的当中 那么这些企业呢 现在就有一个 专门成立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是国资委 啊 国资委呢 呃 也是属于国务院的组成部 但是它属于一个特设的一个 直属机构 它不是部 啊 那么加在一起 有28个机构 27个部 加上这个国资委 一共有28个是属于国务院的组成部 就是国务院 除了总理 副总理之外 还有这么28个机构 这是最新的 就是呃 这一次 200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 进行了一些调整之后 这一次的改革的一个特点是 呃 朝着的大部制来 来来 就是把它从过去的一些小的部 把它合并 合并成大部 啊 把有一些机构合并 包括一些局 就是原来部管的一些局 啊 都把它 尽量的给它这个 这个有些 根据你的指纹啊 就把它取消了 有些那就合并了 啊 那么这样的到现在呢 是直属机构呢 有18个 办事机构还有4个 办事机构就相当于 呃 就是国务院港澳办啊 国务院桥办啊 啊 啊 这样的这样几个 这个单词 出来 如果出的来的话可以念的 你们听不过呢 你们可以查 呵呵呵 这个简单不看 现在好像可以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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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它负责代表国家行政管理的这样的群 那么这还有11个 那么在上次的机构改革 这是2003年了 在2002年的机构改革以后呢 那个时候呢有22个 这次呢经检到了11个 所以现在这个机构呢是越来越少 这个目前的这个组成呢 国务院的机构组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呢它是属于最高的权力机构 那么它的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呢 就是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停止权力 全国人大呢它每年开一次的 每年啊三月份 每年三月三月开一次 全国人大会 那么这一次会呢就要决定国家的很多事情 一个呢是对上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计划 执行的情况 执行的落实的情况 要进行一个报告 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就是由国务院总理来做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向全国人大来做一个报告 因为政府 国务院是执行机构 是全国人大的 它的一个执行的 而且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行政的机关 所以由它来进行的护报 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的这个最高法院也要做一个报告 就是对上一年的工作都要做一个报告 向人民代表 向全国人民的代表做报告 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上呢 还要决定后面的 就是新的一年的大政方政 那么这是人大 除了全国人大以外 还有没有全国政协 这个政协呢 它的指名是什么呢 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呢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这个政协它的功能是三个方面 一个呢是政治协商 一个是民主监督 第三个呢是参政议政 就是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在进行决策之前要进行协商 也就是说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 就是确定今年的工作计划 今年的工作目标 一些重大的发展的这样一些 一些这个目标之前 要进行政治协商 每年的会议之前都要进行大量的协商 那么全国政协的构成呢 它实际上它还有一句话叫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多党合作 这样的一个一个制度 那么它在这个政协里面呢 现在呢有八大民主党派 这个八大民主党派呢 都是在中国解放以前 有的是二十年代 有的是三十年代 有的是四十年代 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呢 就已经成立了这样一些民主党派 你们知道吗 这八大民主党派是什么 不知道 民革 国民党 这个民革 这个民革呢 好像跟那个国民党还不完全一样 跟那个台湾的国民党 完全一样 它是属于那个 原来的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左派人士 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 比较支持 支持共产党 来建立新中国的这样一批人 由这些人组成的 就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还有民建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盟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 都是在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前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为新中国的建立 做出很多贡献的 这样的一些民主 另外还有 比如说 中国职工党 中国 农工党 还有 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主要是 主要是这个知识分子 有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党派 等等 当有霸党的一个党派 另外还有五党派人士 有代表 就是什么党都不参加 共产党也不参加 民主党派也不参加 都不参加 它是五党派 那么五党派呢 也有代表 那么在全国政协里面呢 全国政协出了政协的主席 这个主席呢 通常是于共产党 共产党 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 民主集中的 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它这个 八大民主党派 和五党派的代表人士 一共有九位 都是全国政协的主席 他们都进入到 这个都算国家领导人 民革的主任 他也作为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全国政协的主席 就是国家领导人了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你比如说 我们还有个台联 我说那个八大民主党派当中 也是台联 台联呢 全部是台湾人士 就是台湾籍的 台湾籍的人士 组成的台联 这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呢 就是像这个董建华 香港特首 像那个 何后华 就是澳门特首 他们都是全国政协的 都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他们是特别性的学 就是政协的事 他的第一个就是政治协商 在决定国家的大事之前 要进行政治协商 就跟所有的民主党派 无党派一起商量 就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民主监督 他们的这个 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呢 是在宪法的 这个规定的权利之内 对国家的一些行政机关 就是包括政府 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机关 在这个 职访当中 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行民主监督 提出建议 提议 议案啊 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进行民主监督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指导 第三个指导呢 就是参政医政 参政医政的方式 主要是 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 就是关系到 经济 文化 社会生活当中 一些重大问题 去进行调查研究 专题研究 研究以后呢 提出建议案 就是向这个政府 向党委 向政府 向人大 就有建议 那么在中国呢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不算国家机关了 因为国家机关呢 应该 国家的机构 主要就是这么几方面 就是人大 政府 政协 法院 检察院 这样的一些部门 由他们来构成 那么在中国呢 还有一个人 就是党委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在别的地方 没有的 在美国没有 这样的一个东西 美国呢 是共产党 共和党 民主党 是轮流 中国呢 是共产党 现在它是属于 这个执政党 它是执政党 另外那个八大民主党派呢 现在都还没有 成立执政党 因为它无论 从哪个角度 人数也不多 相对来讲 人数少很多 中国共产党 党年 现在已经有 七千多年 七千多年 那么从现在 它这个整个政体来看呢 中国共产党在 自己当中的 它也起来 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在 主要是在一些 大的方向 在一些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一个 方面 就在干部的始终 这个方面 是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机关 在各个中央市中央 这个政治局 在各个地方 地方与地方的党委 省一级的委员会 然后按各级下去 会有的委员会 那么这也是一个部分 但它这个不应该属于 国家机关 它是属于一个政党 但是它发挥了 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说 国家机构 就是国家的这个 管理的结构呢 不能算中国共产党 它不算 但是它不是 不是在这个里面 这是想的 这是一个 网易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讲到 中国的这个 管理 就是国家 国家政府 一讲政府 大家一讲政府 主要是讲 行政这个 就是国务院 这个体系 体系下来 那么国务院 这个体系 我们刚才讲的是 一个各个部 这个情况 那么到地方 又怎么办呢 中国有那么多地方 中国现在有多少呢 现在 现在一共啊 按照现在的统计法呢 我们一共有34个 34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有哪一些呢 有23个省 这23个省包括台湾省 但是现在台湾省 还是另外一位市啊 那么就说 在目前 有22个省 但是我们不能说 台湾不是市的 所以我们说 有23个省 23个省 是含了台湾的 那么另外呢 有五个自治区 这五个自治区呢 是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西藏 藏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广西 状族自治区 宁夏 回祖自治区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西藏 西藏 广西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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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 那么就 这有五个自治区 那么五个自治区呢 它是 和其他的省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是它有更多的 自治的权力 这是美国没有的 美国没有自治的 中国有 中国有这五个 是民族自治区 是在民族地区 实行民族自治 那么民族 它自治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行政 第一展观 就是它的第一个 就是自治区的 这个叫做什么 主席 一定是 那个民族 就是如果是在西藏 就一定是藏族 是在内蒙古 就一定是蒙古 在广西 一定是壮族 在明夏 一定是维族 就是它 那个地区的少数民族 那个民族的人 来当这个第一 第一个行政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它有自己立法的权力 就是超出其他的省 其他省没有那么多权力 它有立法的权力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央政府 每年要给这些民族自治地区 有更多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就是除了政治上的待遇以外 政治待遇就是 它的一个干部 还有它的立法的权力 还有呢就是 经济上的一个大量的支持 很多 甚至于还有很多政策 这个政策呢 不仅仅是在民族地区 对所有的少数民族 包括非少数民族地区 其他省的少数民族都一样 都有一个 比方说这个 这个在制法生育方面的政策 制法生育政策 汉子 汉子就一对 一对父母只能生一个孩子 但是一些少数民族 一对父母可以生两个孩子 甚至于一些小的 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 还不限于两个 还可以多升级 因为他们人口太少了 所以可以多升级 有这么一些优惠 还有呢就是说 少数民族的小孩子上学 他有一个 给他一个优待 这个优待什么呢 如果他是在同等条件下 给他加分 给他加二十分 都要考清华大学 我们都是那样的 我们一个班里的同学 我们两个考试成绩一样 但是你少数民族 你加二十分 你就比我高 你就可以去清华 我就中读了 我说汉州都不可以 你少数民族的地方 而就有这样的一些 就是对少数民族的 这样的一些优待的政策 这是在中国的宪法里面的 就是刚刚我们开始建国的时候 那么除了这个 这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外 我们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的 自治州 自治县 在这个 其他的非自治州的地区 比方说贵州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 它的少数民族人口 占到了百分之四十 贵州省啊 贵州省现在将近四千万人口 那么少数民族人口呢 实际上已经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自治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多民族 民族太多 它有苗族 有不一族 有洞族 有水族 有一族 有阁老族 有十七个市区的少数民族 它没有办法拿一个民族来自治 拿谁 拿苗族 那不一族说怎么办 不一族怎么办 那洞族说怎么办 因为它太多民族 所以不可以自治 就变成一个省 但是这个省呢 它这个省里面的少数民族呢 又有少数民族的自治州 就在省里面有州 比方说贵州 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哪三个呢 前东南 苗族 洞族 自治州 就是前东南那个地方 钱 钱是贵州的前城 贵州的东南部 它的苗族 洞族人口比较多 比汉族多 好 在那里自治 就成为一个自治州 就是苗族 洞族自治州 它的州长 一定是苗族 或者一定是洞族 这两个民族都可以 因为它是苗族 洞族自治州 汉族不可以当做一样 贵州还有两个 有一个是前南 我刚才说的前东南 现在是前南 贵州的南部 贵州南部呢 是富一族 苗族 比较多 所以这是富一族 苗族自治州 然后前西南 贵州的西南部 是富一族 苗族自治州 贵州有三个 贵州一个省 里面有三个自治州 然后呢 这个除了自治州以外的 其他的 就是不是民族自治州的 这样一些地区 地级 就是省级下面是地级 地级里面呢 又还有很多自治县 有些各种民族的自治县 比如说三都 三都一个水族自治县 我们还有威宁 威宁是三个民族的自治县 威宁是什么呢 是苗族 以族 苗族 以族 不一族自治县 还有官邻 和正邻 都是苗族 不一族自治县 有很多自治县 玉平 是洞族自治县 就是中国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好了 我刚才先说了那些不 然后说地方 地方里面又讲到了 民族自治 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他现在这个 除了这五个自治区以外 还有四个直辖市 这个直辖市 也是属于省这一节 它的这个市长的级别 和省长的级别是一样的 哪四个呢 北京市 天津市 还有一个上海市 广州 不是广州 还有一个重庆 重庆 重庆是最后的一个 就是第四个直辖市 也是因为西部大开发 要加强对西部的 这个建设 这样设置的一个直辖市 是最近 就是最近 没有没多长时间 就是重庆 因为四个直辖市 另外还有两个特别行政区 就是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 所以总共加在一起 你看我们23个省 除了台湾是22个 五个自治区 四个直辖市 两个特别行政区 这是快快 这是一块 条快 条是什么呢 那个布啊 那个布下面都有 有一根长长的线 这个 比如说 国家的那个 外交部 外交部下面到各个省 它有一个外事办 比如说 它这个 它这个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 是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它是属于直属机构 它不属于部 但是它是属于国家 国家 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那么 中央 北京那里有一个国家旅游局 那么在各个省 各个自治区 就有一个 旅游局 各个省 有个省的旅游局 自治区有自治区的旅游局 再往下 到各个市 有市的旅游局 到县 有县的旅游局 它就叫做县 这是一条县 从中央到地方 一直到基层 有一条县 那么在中国 有几个基层呢 就中央一级 然后呢 就是省一级 省一级下面 就是地区一级 地区包括那个州 也属于地 就在省里面的 地 还有一些市 叫做地级市 它的级别是和地区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叫市 可能以后你们会混乱 这个市 你看 我刚才讲的 有四个直辖市 这四个直辖市 它是属于省一级的市 那么到省里面呢 它有市 比如说贵州省贵阳市 贵阳市是什么市呢 它是个地级市 它是贵州省下面的一个城市 一个省会城市 那贵州省 它有几个市呢 有贵阳市 有右盘水市 有曾蜜市 有安顺市 现在有四个市 这四个市都属于地级市 这是第三级 就是国家 国家国家这一级 然后省一级 然后呢 就是地一级 这个地的下面呢 还有县 还有县 就是在每个地 每个地区 或者是叫做 也叫地区 也叫州 也叫市 就是这一级 这个级别的 就是省下面这一级的 根据不同的情况 地是什么概念的 地是属于派出机构 它自己没有立法权 比如说贵州现在 还有两个地区 一个同任地区 一个B级地区 那么他 他就不叫州长 他也不叫市长 他叫什么 叫专员 他的政府 就叫专员公署 他是属于省政府的派出机构 他叫地区 那么他没有选举权 没有对选举权 就他的这个专员 他叫刑署 就是行政公署 叫刑署 那么他刑署的专员 就相当于那个 那个字是州 他的级别呢 和那个州长是一样的 但是州长是选出来的 是选出选举的 就是州的人大选出来的 但是那个专员 就不是选出来的 专员就是由省长 去任命的 指定的 他属于省政府派出机构 所以很复杂 但是他都属于这个极层 那么在这下面呢 是县 县呢 也有一些县呢 是市 是县级市 他为了经济的发展吧 那么他现在越来越多的县 就撤县 改市 把那个县撤掉 然后改市 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改的 那么这个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 就比方说 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 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他才可以改成一个市 包括他的人口 包括他的这个GDP增长 和他的财政收入的增长 这样的一些指标 还有他的一些 比如说环境保护啊 污染治理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条件 达到标准以后 他可以成立一个市 那么是县一级 那么县的下面还有 县的下面还有分厢 厢 镇 那厢和镇 差不多是一个人籍的 但是那镇呢 就基本上是在城市 就是在下面的城市的地方 乡呢 就是在农村的地方 再往下 还有一个最基层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行政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什么呢 村呀 村 民杰 是家 村 还不是家 家没有行政 他这个 作为行政管理的最基层 那是村 村 谁来体现呢 村之两尾 村里面有这个村委会 有这个村的党支部 这个支部委员会 叫村之两尾 这是一个最基层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从这个中央 从国务院一直到村 那么这也是一条线 它这个条条 我们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因为美国好像没有东西啊 条条快快 有这个概念吗 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机器的运作 就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 靠这个条条快快来进行 那么条条主要是什么呢 条条主要是 是在业务上指导 是一种指导的关系 快快呢 它才是一个行政的管理 人事的管理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比方说 我们这个 我现在 我是省油局 我是贵州省油局的局长 国家游局和我是什么关系呢 国家游局 它是代表国务院 代表国家 对国家的整个旅游的发展 进行行政管理 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对各个省的旅游局 它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业务指导 它不决定我的任意 就国家旅游局的局长 不能免我 他也不能任我 也不能免我 他只能是说 哎 杨局长 我们商量一下 什么事 他们怎么做 只能商量 他不能决定任意 但是呢 通常呢 这个地方的旅游局呢 也要按照国家那个游局的 他确定的一些目标 大家共同游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个业务指导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决定任免的人是谁呢 是省 因为我是在贵州省 如果我在北京 那就是上海 北京市 就是由地方 由那个快快 来决定谁来担 担任这个局长 他是他的行政管理 他的人事管理 就是在快不快 就是在那个地方 不是由柳条 不是由那个局 来决定 是由地方来决定 地方政府 地方的人大 人大负责任命的呢 是省政府部门的 那些人 就是省长 副省长 省政府的这个组成人员 就是各个厅长 各个厅长 我们这个省委员局呢 曾经在上一轮机构改革 之前呢 是属于省政府的工作部 那么也就是说 是由省人大的任命 因为我当这个局长 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得到了 两本省人大的任命书 省人大主任的任命书 就是作为政府部门 那么后面呢 跟着国家旅游局 因为国家旅游局 机构改革的时候 它作为这个国务院的 指数机构 所以各个省人旅游局 都变成了指数机构 为了跟那个国家旅游局一致 所以贵州省的旅游局呢 从政府组成部门 就变成了省政府的指数机构了 以后呢 就不由人大来发任命的任命书了 就由谁呢 由省长来发 省政府的指数机构 就由省长决定 所以我那儿呢 又有两本省长的任命书 就是这样子 它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 调调而快快 它的整个命长呢 就是业务主导 业务指导 由调调来进行 那么这个快快呢 就是日常的工作的协调 因为它很多调调啊 你看它现在很少了 现在只有二十几个部了 以前部很多啊 那么它很多部 每个部的下面都到每个省 它都有一个厅 都有个局 那么一直到基层 它都有 它整个是一条线 一直到基层 那么这些所有的部门 都要听它的那个 上面那个业务指导 怎么办 有时候会有交叉 它的职能啊 会有些交叉 交叉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省 政府再来协调 省长在这个地方 才能让你这个省的工作 能够正常的进行 就有大量的协调 是在地方 那么省的这一级 有没有自主权呢 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啊 我们要看跟美国一样的地方 美国是邦联制 美国的这个宪法呢 主要还是 它最最长 它是跟着英国的那种体系来的 跟着英国那个非权的那样的体系过 是邦联制 但是中国呢 它的这个政治呢 它不是这种邦联的政治 它是一个民主集中制 也有很多人把它叫做一个 一党专政的 财的 这样的一个 一种体制 首先共产党是执政党 就是只有一个执政党 所以你要说它是一党专制 那可以 也可以这么说了 它因为它没有另外一个共产党 另外一个党来和它来 轮流执政 没有这样的一个 像美国这样的一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它这个 在地方的政府呢 按照宪法规理 它是有它自主权的 这个里面 这个规定里头啊 也有一些 不是太完全 也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也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这个里面呢 有这个 就是地方的人大 地方的人大是有立法 也可以有立法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有它自己的 这个立法权以外 就是地方人大 是地方政府的最高的 这个 这个 决策机构 就我刚才说了 省长的任命 也是由省人大来任命的 它一样的 就是全国人大 是最高的权力机构 那么在省这一级 省这一级的最高的 这个权力机构呢 就是人大 包括到地区 一直下去 这个人大是一直 也是一层层的 每一层 这个都 都有 都有人大 到县里面都还有人大 那么它这个 人大呢 它就是 就是一个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权力机构 我几个例子讲吧 就比方说 我们贵州省 我们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 一个这个法律 就贵州省的旅游业的 管理条例 不能讲法律 因为法律是国家的 旅游法 那个是国家 现在正准备要出台 经过了很多年了 中国旅游法 还没有出台呢 现在还 还在正在 在这个修改的过程当中 那么各个省部门党啊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有很多 有一些需要规定 怎么办呢 就采取一些办法 一个呢 是政府规章的办法 政府规章 比方说 我们曾经出台过 这个酒店管理的 就是 酒店管理的规定 酒店管理的规定呢 就由省政府令 就是省长签字 省政府令发下来 那是行政规章 就是贵州省的 所有的酒店的管理 要遵照一些什么什么的规定 这叫做省政府令 这是行政的规章 那么还有呢 就是旅游业管理条例 这个一道条例啊 就差不多就是 属于法律范畴的 它不叫法律 但是呢 它具有法律的这样的效率 那么这个呢 省政府就没有权利了 因为省政府不是立法机关 省政府是执行机关 谁来立法呢 地方人大 省人大可以来立这个条例 它不可以立旅游法 但是它可以立旅游管理条例 那我们的这个 规则上旅游管理条例呢 就是省人大颁布的 但它颁布之前 有很多过程 各种 起草啊 协商啊 各个方方面面 然后要省政府批准 首先省政府 因为你这个部门 你都是省政府的工作部门 实际上它应该 它是由省政府向省人大提出申请 是这个改革 那么你这个部门呢 是属于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你负责来起草 因为你是这个管理 管这一块的 专业的 一个机构 起草完了以后呢 政府 经过协商了以后 批准了以后 送到人大 人大再做调查研究 然后呢 它再批准 它批准以后呢 就成了一个地方性的法律 这就是地方也可以 它有一定的立法权 就是现在 不是说 中国的这个地方 省这一级机构 省和地方没有权力 完全是执行 这个国务院的和中央的 也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的 但是它这个自主权呢 一定是在那个大法的规定之下 首先是县法 除了县法以外呢 它有 要一定要遵守 国家的法律 你像我刚才讲的旅游法 是因为法律还没出来 但是你各个地方呢 根据你的发展的需要 你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做规定 你可以出台 你可以出 但是呢 如果国家的旅游法一旦出来 你们所有的都得停掉 必须得按这个 就是得遵守国家的 有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地方要遵守国家 但是呢 它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 就是在 在国家定的 在宪法的范围之下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 这个框架之下 可以根据地方的需要 地方发展的需要 和地方的实际的情况 来制定一些符合 自己发展需要的 这样的一些条例 一些法规 这是可以的 是不是讲的太多了 这个 等一下啊 那我就快快快一点啊 这个不能这样子 好了 大体上啊 它是 我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 一会再问 就是一个条条的 这样的一个 还有快快 还有条条快快之间的关系 大体上是这样的 它这个 这样的一个运转 那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我刚才说到了一点 就是中国的 这个 体制改革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 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涉及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如果不看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很好地了解 现在的中国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和它的运作 我想 简单地说呢 因为中国呢 它实际上呢 它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 这样一个国度 说它古老呢 是因为它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一个 在世界上 它是一个几千年 一直连续下来 它没有中断的 它的这个 特别是它的封建制度 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它只是除了这个 朝代的更替 它这个 它没有断过 长长的 两千多年的 这样的封建的 这样的一种 国家机器的 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它的这个运作的模式 可能它都脱不开 它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可能都是会 都是会有的 说它古老是这样 说它年轻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现在的这个 中国政府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是1949年建立的 到现在也才有60多年 60几年 61年 对吧 61年 那么和很多国家相比 这个政府还算年轻 和美国政府相比 它有什么年轻 美国已经是200多年 对吧 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 然后在这个宪法之下 这个政府的运作 已经200多年 但是中国这个政府 现在只有60 而且60多年 这个60多年 是个什么状况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刚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是百废戴新 完全是一个翻天覆起的变化 以前是另外一种 一种体制 变成一种新的 完全一种新的一种模式 那么在 那么那些年呢 又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呢 根本就是在 怎么说 就是战争以后啊 基本上还是 解决温饱的时候 就是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大量的精力要放到最后面去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历史 我们从 从49年建国以后 搞了几年经济建设以后 我们就开始搞运动 从57年返幼 然后呢 这个什么大量 这个大跃进的民工社 一直都属于一种不太正常的情况 而且这个政府呢 中间还曾经是成为革命委员会 对吧 这个政府是被 才66年 那个文化大民一来的时候 把那政府全部就给弄磷磷了 那才十几年啊 从49年到60年才十几年 这个政府的建设 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全部弄掉 弄掉以后 自如革命委员会 然后军代表 来进行管理 然后工人宣传队来进行管理 这完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折腾了二十来年 一直到这个 就是在1978年 改革开放 政策开始实施 以后 那么那个时候是 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的这个机构改革呢 从1982年 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82年的时候 开始来进行第一次的机构改革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模式 它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的体制呢 一直都在改革当中 一直 因为它一开始 它就是一种很不 很不成熟的 然后又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的 然后不断地进行改革 到现在已经有六次的改革 从82年起到现在 就六次 那么每一次的改革呢 都往前推进 都往前推进 最早82年那次改革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82年的改革是解决金简 主要是金简 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大革命 以后 那个斯文邦垮台了以后呢 打批的干部 恢复了工作 恢复了工作以后呢 那个时候机构呢 是相当的臃肿 相当的庞大 那个时候的 国民院的部门 有多少个 1982年的时候 82年改革以前 有一百个部门 一百个部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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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门 那么1982年的改革呢 把一百个部门 压缩到了六十一个 就是从一百个减到了六十一个 而且那一次的改革呢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一个 就是干部的直数 就是每一个部设的这个人数 原来我们一个部里面 有二十个副部长 有一个部长 有二十个副部长 因为有很多老干部 这个解放了以后啊 都要安排工作 那么到了这个82年的时候呢 就把它确定下来 就是每一个部的直数 一阵四伏 不能够更多 把直数减下来 那么这些老干部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给他们一个待遇 包括这个顾问委员会啊 而且当时呢 确定了一个退休年龄 正部级的干部 六十五岁退休 副部级的干部 六十岁退休 是那个时候弄下来的 就到年龄就退 谁都退 大家都退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正部级的干部六十六十五岁 副部级的干部都六十岁 到年龄就退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那一次 就是82年那一次 那一次的重点呢 是在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把机构压缩了 然后呢 在1988年呢 又有一次机构改革 这一次机构改革呢 把那六十一个部呢 由压缩成了四十一个 又减少 继续经济 继续经济 然后那一次呢 第一次的提出了 正气分开的问题 因为原来 大家知道的 我们中国的这个体制 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 是跟苏联学的 跟苏联学的计划经济体制 那么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呢 到那个时候呢 已经发现 它有很多的问题 对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呢 它带来一些 不小的这样一些阻碍 那么要进行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呢 实际上就是 从十一月三中全会 有一个提出来的 就是一个改革开放 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改革的最初 除了精简机构以外 就提出正气分开 1988年的时候 去政府和企业要分开 因为原来是不分的 政府办企业 就政府什么都管 也挣钱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到93年的时候呢 就提出了 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 就是政府的职能要变了 该管的事情 就去管 不该管的事情 就不要再管了 就是在93年的时候 开始提出来 而且那次减少的编制数 减的幅度比较大 就光是国务院这个机构 减少了多少呢 减少了47.5% 就把人数啊 大量的减少 编制减少 减了47.5% 差不多减了一半 压缩编制 那就是在98年 我记得我们当时 我们省油局 也减得很厉害 最早我们有50多个编制 就减到只有28个 减了很多 压缩 压缩这个行政的编制 这是98年 然后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 就这一次的机构改革呢 就主要提出来是要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 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这样的体制 那么是在2003年的时候提出来 到2008年的时候 就是2000以前的这样一次呢 就更进一步了 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中央政府就发现了 就在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运转过程当中 最容易发生腐败的 这样的机构是什么呢 就是权力最大的部门 特别是管人的 管钱的 这样的一些部门 掌握这个资源的 可以审批的 这样一些部门 所以呢对这个政府的机构改革呢 特别提出来的就是 廉政建设的要求 反腐败的要求 而且在把它制度化 把这样的一些要求呢 把它制度化 在整个机制当中来体现 那么到这个 政府的这个运作的一个 依据是什么东西呢 过去我们提的是三 叫做三定方案 从现在起呢 它已经改了 不叫三定方案了 叫三定规定 规定和方案又不同了 方案呢 它只是一个 可以借鉴 可以参考的一个依据 但是规定呢 就带有法规的性质 强制性的性质 三定 那么这个三定是定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定职责 就这个机构啊 设置机构 干什么 为什么要设置机构 它的职责是什么 定职责 根据它的职责 来定它的编制 定它的这个编制 就是有这个职责 那么就是这个 有多少人 在里面去工作 就是定 先定它的这个职责 然后定机构 根据职责定机构 根据机构定编制 三定 这是这是现在正在操作的三定规定 那么三定规定呢 是各个部门 从国务院的部门到 省级到地级到县级到各级的 政府部门的工作的一个依据 比方说我们这个省旅游局 你这个省旅游局是干什么的 你的职责是什么 先定你的职责 你作为省这一级政府的 管理旅游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机构 你干什么 你的事是什么事 然后根据你的职责 来定你的机构 特别是你内设机构 你内部设置一些什么样的机构 从中央的那些部来讲 就是定私局 然后从地方来讲 就是你的处 室 定几个处 根据你的职责来定 然后再定人员 就是这个机构里面 需要多少人在定编制 现在对编制控制得非常远 那么这一次 就是2008年 这个机构改变了 没有增加任何一个编制 只有免速 减少 减少机构 减少编制 减少人员 精简 尽量的经济 那么总体来讲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改革 就从1980年起 直到现在 这六次的机构改革的一个目标 是什么呢 实际上 简单的时候 它就是 要让这个政府 越来越适应 市场经济的 运作的需要 因为它以前是一个计划经济 原来的这个政府 它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议起来 它有很多设置 是很多管理很多事情 是计划经济的手段 计划经济的办法 那么现在所有都改 都要改成 不是计划经济 而是市场经济 那就是你该管的 你不该管的 你不要管 然后呢 在这个 为什么压缩那么多机构 除了压缩机构以外 还废了很多规定 下放了很多权力 原来是政企分开 后来是政事分开 就是政府和事业分开 然后呢 更进一步呢 就是把所有权力下放 把你的那些 那些可以 由这个行业协会去做的事情 通通放入行业协会 政府只管一些文官的 就是越来越不要去管 那些微观的事情 因为中国这个政府 大家也都知道的 它是一个 可能管事党的最多的 我们原来老很多 我们就是管了很多 不该管的事 就政府不该管的事 它又要去管 但是管呢 它也管不好 所以现在这个改革呢 就是不要管 你不要管很多事 很多事情让给市场去 让给这个行业去管 这是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脉络 从82年起 直到现在 这么20多年 将近30年的这个改革 一个最核心的 就是让它 越来越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 就是让它的行为 越来越规范 就是法制 法制 政府 依法行政 行为规范 以前有很多很多的随意性 特别是文化大人当中 很随意的 想怎么做 你怎么做 现在不行 必须得依法行政 然后呢 这个 为了要让政府的行为规范呢 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 很多的法律法规 这个大家在网上都可以去查 还有呢 就是运转协调 以前也有很多问题了 就是不是说以前了 就是现在 也仍然有很多问题 因为有很多事情 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 它要有很多部门去协调 去协同 为什么现在这次改革 要实行那个大布置 大布置把很多相关的 相交叉的 给它合在一个部里面 然后让它的边界 给它扩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想通过这样一些办法 来减少一些协调的难度 就让你们自己去协调 但是这样的还是不够的 毕竟它仍然还是有一些编辑 那么这些政府 怎样能够运转协调 还有一句话呢 叫公正透明 公正透明 就是政府呢 它是要公正的 它是不能够搞这个 不正当竞争的 它和特别是像这个 政企分开里面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 就是你政府办企业 那你可能你把那个权力 更多的像你自己办的企业去协调 把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源 用在你自己的那个企业里面去 那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不公平竞争 这就是一个不正当的竞争 它不是市场经济的东西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都是进行改革的那些内容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连结高效 这么几句话 行为规范 运转协调 公正透明 连结高效 这是一个政府的 这个机构体制改革的 这样一个要求 大体上呢 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 特别是行政的这一块 政府的这个改革啊 不断的在生化 现在仍然在过程当中 现在也不能说 它就已经非常完满了 非常完美了 也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呢 现在是每一届政府 都做一次改革 就是换一届政府 就进行一次 就进行一次改革 所以我们从八二年起 到现在已经搞了六次 那么将来 肯定还要朝这个方向 继续去整 继续的去调整它 就是不符合市场 市场经济的这个 运作规律的这些部分 就要把它调整 逐渐的 让它调整的 更顺利 更顺利一些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这个改革的这一块 那么它现在 可能我说的太多了 我想干脆 我就不再说了 你们就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问 我们大家讨论 我就把我的一些体会 可能不是很系统的 很理论化的 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事情的人 我只是说 在这个里面工作了 那么长时间 可能看了很多 也经历了很多 那么有一些体会 我认为这些 这样的一些体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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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